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孕妇都惨死在她的手下 朝廷曾悬赏一千两白银缉拿恶魔 但恶魔极其狡猾 总能化险为一 逃脱官府的追捕 有人传言 就在几个月前 恶魔已经被官府派人绞杀在野外 百姓听后无故拍手称号 终于不用整日提心吊打了 日子很快就回归到了以前的安稳 这天清早 正在饮茶的云州县令方万生 接到了牙抑慌慌张张的禀报 不好了大人 那个恶魔又出现了 方万生让牙一说清楚些 牙一吻了吻心神才继续说道 就是那个专门以孕妇的羊水为药引的杀人魔头 今天又出现在了城南 城南里园外的千金被那个恶魔给 给 话音未落 只听茶杯啪的一声摔落在地上 方万生瞪圆了双眼 惊恐地说道 什么 你说什么 那个恶魔又重现江湖了 月儿他 他遇害了 牙一压低着嗓音说道 老爷 我们去晚了一步 我们听到叫喊声赶到时 月儿已经被人杀害 然而凶手已经不知踪影 还请老爷节哀 说起里原外 生前乃是方万生的同窗好友 一场大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把夫人和女儿月儿 嘱托给方万生照顾 方万生也很尽心 时常去礼府帮忙 想不到因公务繁忙 才两天没去礼府 侄女玉儿就遭此大祸 方万生带着一般牙抑 马不停蹄地赶到礼府 只见眼前血流成河 侄女玉儿倒在血泊之中 肚子被人用刀偷开 未成形的胎儿也露了出来 见此情形 方万生失声痛哭 玉儿啊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啊 哭着哭着 方万生突然想到 自己的侄女 是闭门不出的大家闺秀 怎么会怀孕 于是更加觉得是自己的疏忽 造成了侄女育儿的惨死 方万生悲痛欲绝 只是一个劲地待在角落痛哭 六神无主的方万生 将此案全权交给了 自己的失业谢仁打理 谢仁跟随方万生多年 大大小小的案子都破过不少 但眼前的这桩案子 却让谢仁摸不着头脑 凶案现场堪称完美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谢仁只好派人去把回乡探亲的龙儿 喊了回来 龙儿是云州县远近文明的名补 观察入微 搜查线索极为细致 而且又武艺高强 可谓是文武双全 就在上个月 方万生还把自己的千金取配给了龙儿 没过多久 谢仁便收到龙儿的来信 说自己大概三天就可到达云州县 可就在案发后的第三天晚上 李府又发生命案 与女儿育儿相同 李氏也是被人开膛破肚 死状比育儿还惨 方万生听后差点晕死了过去 这几日盼龙儿不得 却又判来了一桩命案 而且凶手似乎有意针对李家 让众人不解的还有李氏 身为一个寡妇 怎么会怀了孕呢 一时间流言四起 众人议论纷纷 怀有身孕的人家惊恐万分 连夜搬离了云州县 云州县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这让县令方万生急得直跺脚 说好的三天 怎么十天过去了 还没有见到女婿龙儿的身影 正当方万生望穿秋水时 龙儿捧头垢面 跌跌撞撞地回到衙门 一脸愁眉的方万生 听到女婿回来的消息欣喜万分 赶忙前去迎接 只见眼前的龙儿衣衫蓝绿 一蹶一拐地朝自己走来 方万生见状赶忙上前搀扶 关切地问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龙儿叹心一声 才慢慢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 龙儿在街道失业谢人回衙门查案的通知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云州县 但没想到半路上遭遇了贼人的冷剑偷袭 多亏龙儿伸手绞节 躲过了一劫 只见这只冷剑上绑着一张字条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 杀人恶魔现藏于城隍庙中 龙儿立功心切 虽感到有些可疑 还是只身前往城隍庙一探究竟 龙儿刚走进城隍庙 突然从角落窜出几个蒙面人 只见为首的蒙面人大喝一声 拿命来 其余几个蒙面人闻声也一拥而上 挥刀向龙儿砍去 龙儿知道自己中了奸计 但一时又逃脱不得 只好与蒙面人打斗了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 龙儿见为首的蒙面人朝自己扑来 一下闪到了蒙面人身后 用剑将为首蒙面人的左臂 刺一了条三寸长的大口子 蒙面人不顾疼痛 趁其不备 一刀砍向龙儿的左腿 龙儿摔了个亮枪 自知不能再做周旋 便斩绝是轻功 消失在了蒙面人的视野中 受了重伤的龙儿 只好沿着乡野小路 跌跌撞撞地走回了云州城 方万生听后 惊叹不已 赶忙让下人请郎中前来给女婿龙儿治疗 还嘱托龙儿这几天好好养伤 至于茶案 等病养好了再茶也不迟 接连几天的奔波 却是让龙儿感到疲累不已 于是龙儿对师也谢人说道 我去休息一下 这几天就交给你了 说完便独自走回了房间 一连三天 龙儿都闭门不出 吃饭喝水都是让丫鬟专门送上门 人们纷纷都传言 明州城名捕龙儿是怕了那恶魔 整日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 方万生也逐渐沉不住气 来到龙儿的门口说道 龙儿 你也歇息了好几天了 是时候出来查案了 这案子已经惊动了上头知府大人 昨夜知府大人还专门请我道府上讨论案情进展 只见门突然之的一声被打开 龙儿探出半个脑袋 惊讶地问道 知府大人也被惊动了 见方万生点了点头 龙儿又继续说道 既然知府大人也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 那我也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岳父大人当真以为我这几天都像坊间流传的那样 整日吃喝玩乐 事实上 这几日我咒服夜初 早已打探到那恶魔的踪影 要的就是在知府和您的面前当众揭穿他的面目 也好在知府大人面前为岳父多挣些面子 方万生一听 案子有了线索 顿时大喜 赶忙喊牙役 去请知府大人一起声唐问审 大唐上 龙儿却对此案只字不提 只是与衙衣们胡扯着闲话 又见知府大人在场 觉得自己实在是下不来台了 于是一拍金堂木 大声喝道 龙儿 公堂之上岂是儿戏的地方 前几日你不是信誓旦旦地与我说 你有了那恶魔的线索 如今线索在哪 还不当着知府大人的面诉诉说来 说完 方万生一个劲地朝着龙儿时眼色 龙儿见状却依旧不紧不慢 片刻后 等吊足了众人的胃口 龙儿才缓缓开口道 不瞒众人 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杀人恶魔 而且那个魔头正在宫堂之上 说完便将手指向一旁 师爷谢人的脸 此言一出 四座皆经 师爷谢人见龙儿把矛头指向自己 微微一愣 很快调整了一下心神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龙不头还跟大家说笑 可这是宫堂 岂是胡闹的地方 方万生也急了 师爷已经跟随我好多年了 他的为人我很清楚 怎么可能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呢 龙儿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今天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揭穿这个人面受心的畜生 说时迟那时快 龙儿一闪 来到师爷谢人的身边 趁其不备 将他左上角的衣服撕扯开来 指尖一条三寸长的疤痕赫然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谢人恶狠狠地瞪了龙儿一眼 整理了一下衣服 不屑地说道 这又如何 难道仅仅凭借一道伤疤就能证明我是那杀人魔头 真是可笑 龙儿冷漠地笑道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好 今天我就让你此个明白 说完便转身大声喊道 来人 将任务呈上来 话音刚落 一个牙异手中捧着瓶瓶罐罐应声而入 将这些东西放在地上便退下了 龙儿指着地上的证物说道 这些便是在师爷谢人家中搜到的瓶瓶罐罐 里面装满了水银 鸣凡 朱砂 是用来炼制长生不老药的用具 知府见状开口道 龙不投 本府还是有些糊涂 还请你把本案的始末缘由 说与我们听 龙儿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推理 那日在城隍庙中 龙儿与蒙面人交手时 就觉得此人像师爷谢人 凭借着自己高强的武艺 将蒙面人的左臂刺伤 回到牙门后 龙儿无意间拍了一下师爷谢人的胳膊 但谢人却有意地躲闪了一下 这个细节更加引起了龙儿的怀疑 于是龙儿假装养伤 闭门不出 实则是咒服夜出 暗中监视师爷谢人 终于在一天晚上 龙儿见师爷鬼鬼祟祟的样子 便尾随其后 果真在谢人家中 找到了这些炼丹用的瓶瓶罐罐 师爷谢人之所以 只针对李甫的原因有二 一是谢人常年伴随方万生的身边 对李甫很熟悉 在一次无意中打探到 李甫母女二人怀有身孕 便趁机将他们母女二人先后杀害 取其羊水 勇于炼制长生不老药 其二是师爷谢人料到案发后 方万生会顾及李甫的民生 不愧大肆宣扬 况且此时捕头龙儿正在回乡探亲 现在下手正是神不知鬼不觉 在杀害母女二人后 师爷谢人明面上派人喊龙儿回来查案 被地里却带人埋伏于城皇庙 伺机将龙儿灭口 但师爷谢人却低估了龙儿的武功 没想到非但没能杀掉龙儿 反而自己的左臂被龙儿刺伤 正是这条三寸长的伤口 让师爷谢人露出了他的阴谋 师爷谢人听了龙儿的分析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声喊道 冤枉啊大人 我与李甫素来无仇 怎么会杀害他们呢 方万生怒吓一声 大胆谢人 还想狡辩 现在人正物证俱在 来人啊 将罪犯谢人压入死牢 听后发落 卢狼刺虎的牙翼便扑上前 将谢人压入了死牢 一路上 谢人口中还在喊着 冤枉啊大人 冤枉啊大人 这天夜里 几个蒙面黑衣人偷偷混入了死牢 手中的银针一挥 几个狱卒便倒在地上 黑衣人从狱卒身上找到钥匙 打开了死牢 对谢人轻声说道 你先走 我们断后 谢人心领神会 正准备走出牢门 突然耳边传来了 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还没等谢人反应过来 一群差异便把谢人 和几个蒙面黑衣人围了起来 知府大人 龙二 何方万生 也从一旁走了出来 原来 知府大人早就料到 谢人会有同伙前来接应 于是派人埋伏在周围 等黑衣人一出现 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失业谢人见事已至此 便想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但龙二终究技高一筹 一剑毙命 将谢人的小腹挑开 鲜血 肠子留了一地 谢人死前瞪圆了眼睛 指着龙二说道 你 你 还没说完就一命呜呼了 一夜过后 方万生再次声唐 此时的龙二春风得意 想着自己为破案立了大功 知府大人一定会好好封赏自己 知府大人微笑着对龙二说 龙不头果真剑法了得 昨夜让本府大开眼界 这干净利落的手法 除了龙不头以外 可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龙二屈身对知府大人抱拳道 知府大人过奖了 正当龙二沉浸在众人吹捧的氛围中 知府大人却突然脸色一变 脸色铁青地说道 龙二 你还以为本府真的在夸你 来人 还不把这魔头拿下 还没等龙二反应过来 就为身旁的牙翼五花大绑 绑成了一个粽子 知府大人历声喝道 龙二 你才是真正杀害李府母女的凶手 本府昨夜看了你的剑法 觉得跟死去的李氏母女很是相像 于是连夜派人去你家 将你的妻子抓来审问 你的妻子经不住威逼利诱 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坦白了 原来 你根本就没有回乡 而是和妻子住在了城外的一处寺庙中 庙中设有一间密室 依次无意中 你的妻子 看见你在密室里导弄那些瓶瓶罐罐 你害怕妻子把事情说出去 便打了他一顿 让他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包括方万生 我们跟着你妻子 来到了城外的寺庙 果真在那间密室里 找到了炼丹用的瓶瓶罐罐 原来你才是那个丧心病狂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你把所有的罪行 都推到失业谢人的身上 这样既能转移他人实现 又能为自己争取功劳 昨夜 你又借机把谢人杀死 这样 这案子就成了铁案 可惜就在你以为 自己高枕无忧的时候 你的诡计被我识破了 现如今 人赃俱祸 来人 立即将罪犯龙二打入死牢 方万生恭维地说道 大人真是高明 只是可惜了我冤死的失业 说完便转身踹了龙二一脚 对着龙二又打又骂 想不到竟然是你这个畜生 害死了李家两口 真该把你碎尸万段 龙二也对着方万生大喊大骂 骂其是个虚伪小人 又称自己是冤枉的 知府大人觉得不雅 便让人将龙二的嘴堵住了 知府将本案禀报刑部 刑部很快批复 将龙二斩立绝 三天后 龙二被押到菜市口 随着一声令下 刽子手手起刀落 将龙二斩首于众 直到死 龙二口中的破步都没有被拿开 就在龙二被斩首的那天晚上 方万生大摆宴席 和知府大人痛饮了起来 九过三旬 知府大人好奇地问道 方大人究竟和你女婿 龙二有何深仇大恨 这般置他于死地 方万生将一叠银票 塞到知府大人怀里 苦笑着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 李氏和育儿母女两人怀的孩子 分别是方万生和龙二的 由于方万生时常去李府帮忙 很快便和李氏勾搭在了一起 跟随在方万生身旁的龙二 也看上了李府千金育儿小姐 但却屡屡遭到育儿的拒绝 突然有一天育儿主动对龙二投怀送抱 答应和龙二在一起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将方万生杀死 原来 自从父亲死后 母亲李氏和方万生的奸情 就一直被育儿看在眼里 他恨方万生给自己死去的父亲戴上了绿帽 于是他势必要为自己父亲出这口恶气 而龙二却阳奉因为 表面上答应育儿自己会为他父亲报仇 但私底下借此威胁 方万生提拔自己 让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方万生迫于无奈 只好将女儿嫁给了他 当龙二与方万生的女儿成婚后 方万生向龙二提议除掉育儿 害怕哪一天育儿毁了方万生的名声 但却遭到了龙二的无情拒绝 方万生这才明白 龙二真正喜欢的是育儿 与自己的女儿成婚 只是为了控制和要挟自己 方万生一怒之下 找到早已对自己女儿有意的失业谢人 说要是谢人和自己一起除掉龙二 就将自己女儿改嫁给他 谢人听到方万生 要将自己女儿改嫁给他 一口答应了方万生 他们密谋的第一步就是杀死女儿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偷偷潜入离府 将女儿开膛破肚 伪造出杀人恶魔重现江湖的假象 失业谢人又假意派人去喊龙二回来破案 实则是在半路上设下埋伏 伺机将龙二灭口 但龙二第一时间 就识破了方万生与失业的阴谋 得知女儿被他们害死 龙二怒火中烧 便静止来到离府 用同样的手段将李氏开膛破肚 而且正巧碰到了 在离府保护李氏安全的失业谢人 这样才造成了两人身上的伤口 方万生得知李氏被龙二杀害后 心中十分怨恨失业 对李氏保护不力 便想找机会对失业谢莫杀驴 正巧龙二回到衙门 一口咬定杀人恶魔是失业 方万生顺水推舟 将失业谢人打入死牢 然后又假装派人去大牢里营救失业 实则让龙二和知府大人埋伏在周围 让龙二亲手了结失业谢人 解决了谢人后 方万生又和知府大人密谋将龙二害死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滴水不漏 知府大人听后连连赞叹 高 真高啊 方大人真是老谋生算 其实 我早就怀疑这杀人恶魔的真实性 早在几个月前 杀人恶魔就被官府派出的捕快绞杀了 自己的手下也参与了那次追捕 而且据参与这次绞杀的手下讲 杀人恶魔是用羊水浸泡各种药材 以求长生不老 但此案发现的都是一些炼丹用的道具 两个人的手法相差太远 这便可以断定 凶手是以恶魔盗取羊水为幌子 真正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想不到这一切都是方大人的阴谋啊 真是让本府大开眼界 两个人喝着喝着便大声笑了起来 第二天 知府大人便起驾回府 方万生望着远去的官教 微微扬了一下胳膊 自言自语地说道 知府大人啊 知府大人 可惜有一点我没跟你说明 那天是我亲自去死牢营就谢人的 哈哈哈哈 当知府的官教平稳地落到府衙门口时 随从却怎么也请不出知府大人 随从大着胆子掀开轿帘后 吃惊地发现知府的后颈 插了一根三寸长的银针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